可是就是大家就這樣 心照不宣然後就一直這樣默默地走 一起努力了六年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最大的說法 就是一回程發現旁邊的人都還在 因為很容易解散啊 因為他們回照他很容易解散 大家好我們是 問題總部 我是劍愛 我是主沙昂 我是吉拉州紫恩 我是吉拉州韋德 我是屁骨手玉瑄 我是鼓手紫綺 因為你們最近發行了 E.P. Blue League的身體 以電影院的形式為主題 創造一個系列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次的概念 這次的概念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封面上 就是有一個金屬鍛造的人 他就是撐著頭 然後包圍中間這個區域 就有一點跨空間的嘛 就是他的那個空裡面 其實是另外一個世界 然後裡面有一個透明城堡 那個城堡是我們想要把 物體總部這個屁房 實體化 就是城堡六年來 從來沒有說過 總部是哪裡 所以這次是第一次 這張E.P.也算是我們也 比較摸索出 現在我們想做什麼樣的音樂 就是正面的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現在的樣子 就是問題總部 就是一個 個性比較定型的一張E.P. 至於電影院跟水體 水體就是 像地球上有70% 都是水座的 然後水體可以吃 就是烏波啊 水庫或海洋 然後但人也是有70% 所以我覺得 三號這個 我們身處的世界 跟我們自己 所謂是同一個地方 然後他就是一直會有 各種的藍色這樣流出 那個藍色可能是 某種暴風雨 可能是某種的 太陽雨 可能是某種的 情感或記憶 就是我們共享者的手 要不要分享一下 裡面的歌曲的歌詞 我先拿就是 intro、intro跟outro以外的 三首主要的歌 怎麼講 這個金三角 對 這個三部曲 就是 很很愛 就我們想做比較modern的 的sound 然後他就是 一首在講愛情的歌 也是這次 不容易水筆的主題歌 其實主要就是在講 對愛情 就特別是愛情最寬 他到底是複雜的 很簡單 然後我覺得這就是 自古以來 人類一直為了愛情 感到很煩惱 我就想要寫一首 這樣的歌 因為我當時也 確實蠻疑惑的 像 傷心酒店是 我跟雷晴一起寫的 怎麼了嗎 你們好棒喔啦 辛苦了 然後 是否跟我自己的小優勢 就是傷心酒店 就是傷心酒店的血音 大把感的酒店 就是道福愛你 然後還有我的好友雷晴 就是蠻會講霸文的 然後他也是我很欣賞的音樂人 其實我們大家都10歲 就有提議說要不要找雷晴 常待 然後覺得蠻好的 這個合作就這樣成了 然後他又很天馬行空的 提供很多idea 像 我可能對這首歌 就是有比較實際的想像 或是我可能 浪漫就是有一個範圍在 但他的浪漫就可能是一種 360度無死角的 所以他丟了很多 對劇情上的想像 比如說他看到雪地的旅館 看到達克塔州 然後兩個偷情的人 然後誰把誰殺了 這種歌詞 完全沒提到的事情 所以就覺得跟這樣的 好朋友一起合作 就是蠻活化 蠻好玩的 最後一首歌 SAI 是在講心情 這張我想要寫掉都重點 但這首歌 我還是想要保留他原本的樣子 就我們在 JAM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把頭歌快唱完 然後就是他有最起覺 我的心情是什麼 在想是什麼 所以就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歌詞 對這首歌我沒有太想要 我說什麼 他就是一首很壓抑的歌 然後再分享一下 歌曲裡面的情色 例如說你們從intro 就是用ASMR去呈現 intro就是 他是一個人趕著去電影院 所以一開始就會聽到 在電影院外面的那種感覺 也就是聲音朦朦的 暗暗的 那個鼓點 再來那個鋼琴 就是電影院的預告的感覺 就是電影院會放 然後 不要再放褲褲褲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是會放一段 溫泉旅館的那個介紹 然後那個鋼琴其實就是 那個主題曲 後來才知道是在某些影城才有 所以有些人可能沒有感覺 我自己是很好感覺 就是一片段就是 喔 我要看電影的感覺 這首歌的另外三個短東西 他是一個 角色從他 要進電影院的過程 所以到萌太極的時候 就是他已經看完兩部電影 他有點累了 他想出來抽冰煙 然後放空一下 想一下剛剛他到底經歷了什麼 所以在這首 英特錄裡面呢 我們就放了 其他三首歌都有的 一些小元素 穿插在這整首歌裡面 然後 也伴隨著他 站在那裡抽冰的感覺 最後尾巴尾巴端 有一個手機震動聲 我們是要想 他爸爸打來了 主要是 SAY在講一個 親情的故事嘛 所以 對 有一個人打來 但他還沒有想接 所以他就再走進去 電影裡面看第三部電影這樣 然後錯的話 是一個你看完的 但是 你還有一點意有味進 但 你說想像的東西 可能會已經是 消化過 然後再重新 找一些線索 然後回放一次這樣 所以 裡面有一些 角色是 跟前面有關係的 只是 沒有放很明顯而已 然後比較鬆緩的話 是覺得 我們設定一天天氣超好 就出去之後 涼涼 涼涼的 在人群中 就會覺得很自在 你想要想什麼都可以 慢慢化回一下 然後 出發一下 看看這東西 所以這整張可以想像是 一個影師 或是一個想要逃避一切 就今天他就想去看三部電影 的一個人 然後他 從一開始 匆匆匆匆匆遲到 然後 聽到裡面已經在播東西了 然後馬上做電影 電影開眼 先看很很愛 然後再看商品學生 這兩個 情緒非常不一樣的電影 然後資訊量也不太一樣 中間再出來休息一下 他可能 看的過程中 也會因為 哪一個情節或人物 而想到自己的回憶 所以那個洪太奇 錯覺 也是 他自己 又在剪影版的感覺 然後 這時候手機想 然後他決定再回去 把最後一部看 看完之後 其實就是 當你之後沒有下一件事情 他其實就 相對的變得很 真的空調 真的放鬆 開始覺得這些 好像都沒有 那麼緊繃了之後 他就 顯得有點不想走 然後再慢慢換到家 等一個晚上 所以希望給聽眾的體驗 也是這樣的一個 旅程吧 其實那就是 想給大家的體驗 這次找 算是救世嗎 那個 黃雪 然後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們合作的過程 因為我們上次合作過了 所以在這一次的時候 我們希望我們 可以給他更完整的東西 讓他覺得 這六門蠻有的這樣 有點意識 就怕他會無聊 然後這次給他這個demo的時候 他自己也蠻興奮的 就是說 哇 大家 對 把他弄得很完整 那他只要Poker在創意上面 錄音過程 他也是 他也是玩得很開心 這次錄音真的陪我們很多天 然後他真的蠻幸福的 就是樂團以前都沒有那麼好賺 但很感謝他 那在錄音過程 有沒有要怎麼有興趣的事情 錄音有一個像配唱 那個傷心學隊的時候 他就想要放一個 神經式體驗 我以為我們有兩個螢幕嘛 另外螢幕他就放了 那個一個下雪的山上 對 一個雪景 就大概五到十個小時 就是那種 然後整天這樣播著 然後兩個歌手都是 看著那個畫面那樣唱 然後燈都關掉 其實 對 那個對眼睛蠻不好的 對 但這個對歌手來說也是一個 可以比較容易進去情趣的方法 蠻有趣的 第一次這樣 所以我覺得唱歌這個事情 就是這一次錄音蠻好的 就是他很學 你心裡想著用一模一樣的方式 一模一樣的力道去唱 但是只要你的心態不一樣 錄音的過程 這一次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就是大部分的時候可能 會被要求說 顧打的 簡單好聽就好啊 就是要有重點這樣 但這一次有一些歌 比方說像 say的最後一段 就是 宣哥就特別要我 真的放開來打 極限的那種 就是我先給他一個 他說必須要更多 我再給他一個 他說必須要更多 你終於不可以斷掉 其實聽能量 我就好啊 終於拿到吸引了 可證喔 我就可以噴喔 這樣子 就是一個 蠻特別的經驗吧 第一次被要求打那麼多 然後 其實也蠻爽的 就真的可以 體現那個情境 就是歌到那邊 那個情緒 其實是到一個最高點 要宣洩出來 所以我覺得 其實也很符合 歌的情境 蠻好玩的 也錄得很開心 可以爆打 上一次錄的時候 找他的時候 東西被改得多 然後這一次就是 他來就說 都很好啊 然後我就真假 他就說都很好 然後我心裡就更挫 想說都很好 所以要怎麼辦 後來 他就一直按 他就沒有照盤 好吧 沒什麼好說的 其他這次比較算是 一個氛圍吧 除了酒店以外 比較正是做我們 平常不會做的事情 譬如說 吉他幫我發出 對飛機引擎的聲音 喔飛機引擎喔 然後我們就開始 拿吉他去音箱 亂玩的效果 然後像是 Sale後面啊 我們應該 完全沒有在對情拍 其實都在玩英雄 我們連耳機都沒戴 這一次也花了蠻多心力 要不要分享一下 拍攝影片啊 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就是這邊有一對眼睛 同志嗎 我們演Gay啊 就他們平常 就真的是有演Gay 那我平常是 健甲跟玉生滿Gay 沒有 其實玉生跟他的朋友 是說好怪 跟我朋友 他會繼續錄影啊 是誰啦 本來我要演Gay 但竟然就把這個角色搶走 他很強烈 我們第一次被 真的認真的規定 角色的特色跟包裝 不然 我們以前都是他 就是主要是他 我們就來客串 我們靈演 我們也第一次嘗試那種 有舞蹈在MV裡面 這應該算是 整場的亮點 反正跟劇主拍會的時候 有原本的角色的 那個角色就是說 HANA一旁耍蠟跳舞這樣 就是類似就是 他們只希望有輕鬆御動 然後就隨口問說 還是你們覺得要編個簡單 劇主已經就發亮 說可以嗎 我說可以 我問一下有個朋友 可以跟我一起這樣 所以我希望有的話 是可以三個人 畫面都好看這樣 然後就成了 就在我們家玄關 編舞 編舞的一個多禮拜都要開拍 所以就要 成果 大家覺得怎麼樣啊 很棒啊 很多人說沒有違和 就不會覺得你 不會跳的 蠻新鮮的挑戰吧 就是 那天有各種突發狀況啊 死亡驚痛啊 然後我跟這麼高 然後還要避攝影機 再裝作 其實第一秒就在原地的這樣 那種小小的 小事情 然後大家也要挑戰 一進到底 就是那個走位 其實蠻複雜的 導演在想就會拿 那些動作 好來現在玉神 摸 乃 尾 牽手 跌倒 這樣 只要timing不對 就要再拍一次 然後這就是全部 從頭來 就大家回到原位 然後整理好衣服 然後再所有 所有每個角色再走一次 就這樣一直重複重複重複拍 真是大家都辛苦了 其實你們團已經有一個 算是小小的微博了 大家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們 接下來的計畫 沒有 還是沒有 沒有 學會 蠻冒複重複 自然 有的話 我們還是要出新作品 我們要再往下一個Label 就是我覺得我們好像也在想 我們之後想做怎麼樣的事情 就是像我們現在六年了 然後其實模式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們自己 產出P啊專輯啊EP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有點想要 往外發展吧 到處尋找合作 對 那合作就是 我們自己也覺得滿天怕行空的 就試試看 具體要怎麼跟別人合作 是跟誰能做 為什麼會再跟男人合作 現在有慢慢找到自己的目標嗎 覺得大家都 算是有吧 我覺得自己的狀態跟樂團的狀態一定是 成正比 你把自己調整好 所以反正狀態也會更好 像我們玩我們團會比較 就是六個人狀態要 接近 我們這樣才有辦法 繼續往下做 這些事情 我覺得就是還算是自然而然的繼續往下 但是就是 比如說一直往前 或是想要更進步寫出更好的 或是在試不同的工作方式 都是滿自然而然會去 狀況 這個方向走 就是大家都 對這個樂團 不是很多 然後對未來也都滿期待的 成長六年來 你能玩團好分散嗎 就我覺得 大家這六年 都是滿 很執著於音樂 某種影響主義者 就是其實玩樂團是 滿燒錢的 然後也 投資報索率是滿低的 可是就是大家就這樣 心照不宣 然後就一直這樣默默地走 一起努力了六年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 是最大的修法 就是一回神 發現旁邊的人都還在 因為很容易解散 樂團怎麼會這樣 太容易解散 或是這種無限啟修團 但其實就是變相的解散 所以就是 六年就是滿得知 我覺得 我覺得 很耐能學 我的六年就有 總結就這四個字 那最後要不要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 然後宣傳一下 IG啊 最後都打了 我你總共都有 哇 哇 好聰明喔 好 我們現在沒有地方打完 你找不到我們 然後 這一張 我還以為在介紹 對 覺得設計得真好看 然後打開來 電影票喔 不能貼喔 黏在牆壁上 對對對 因為他背後是歌 因為後面還要看 後面還有歌 正做盲 好 裡面會附一個 海報 然後他背後 很重要的資訊 就是每一首歌的Credit 可是我覺得Credit這件事情 就是在做音樂做到第六年之後 我真的覺得很重要 超重要 沒有這些名字 就沒有這些大家聽到的音樂 這是我完全喜歡 你們知道的世界 所以在第六年 希望大力消耗這些 跟我們做音樂的各種夥伴 然後 像裡面這個 Foodleet隨提的這個電影院 就裡面就是 有點像是觀眾型的視角 然後就是像無邊無際的 衍生出去到另外一個世界 這張其實蠻短的 大概18分鐘左右 但它是一個很完整的旅程 很完整的體驗 然後就很想要大家那種 一瞬間聽完 聽完了 我要再聽一次這樣 得到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EP 有時候魔力是 你可以做一個很短的概念 就是蠻有趣的 蠻有幾卷這樣 我覺得大力推薦 Ruby水子給大家 是我們2022的最新作品 請介紹一下 選舉或是蠻有趣的 常識的 consider 因此 更多了解